欢迎来到旅游儿语频道 大洋路是澳大利亚风景最优美的沿海公路之一 沿着维多利亚州东南海岸绵延240多公里 150英里 这条路蜿蜒穿过迷人的海岸景观 提供南大洋和标志性自然景点的壮丽景色 这是探索大洋路的指南 十二使徒 十二使徒岩是大洋路上最著名的景点 是从海中拔地而起的石灰岩群 最佳游览时间是日出或日落时分 金色的光芒照亮悬崖峭壁 营造出一种神奇的氛围 贝尔斯海滩 贝尔斯海滩Bell's Beach 是世界著名的冲浪圣地 以其强劲的海浪和一年一度的 Ripco Pro Surfing活动而闻名 游客可以在瞭望台观看冲浪者的表演 或在清爽的海水中畅游 大奥特威国家公园 大奥特威国家公园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地区 占地面积超过十万公顷 二十四万七千一百零五英亩 游客可以探索公园的许多步道 瀑布和野生动物 包括卡拉 袋鼠和鸟类 洛克阿德峡谷 Lock-Od-God是一个野人注目的海湾 得名于1878年该地区发生的一次海难 游客可以步行到海滩 欣赏高耸的悬崖和清澈的海水 奥特威角灯塔 奥特威角灯塔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灯塔之一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48年 游客可以登上灯塔的顶端 将崎区的海岸线静收眼底 石窟 石窟是一个天然的洞穴状构造 位于海岸享有壮丽的海景 游客可以沿着台阶下到下方的岩石水池 非常适合在炎热的天气里畅游一番 烈士湾 烈士湾是一个僻静的海湾 可以欣赏到海洋和岩石海岸线的壮丽景色 游客可以沿着海滩散步 享受野餐或观赏海上日落 总而言之 大阳路是来澳洲旅游的B2之地 凭借其令人惊叹的海岸景观 标志性的自然景点和迷人的城镇 它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无论您是自然爱好者 海滩爱好者还是历史爱好者 大阳路一定会给您留下难忘的回忆